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博奖 小编C 您水笑 第九十章 一根铁棍 你 藏文斌指着莫无忌 甚至忘记了应该爬起来教训他一顿 在无痕剑派数年来 他从未遇见过这种事情 杂一弟子敢对他动手 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呢 至于那些内门弟子和有身份的人 他也从来不会去招惹救世 莫无忌上前几步 心里则是暗自后怕 幸好这一次这家伙莫名其妙地走了 否则 婴儿要有个三长两短 他是后悔都来不及 这件事情也给他提了个醒 以后无论去什么地方 都得将燕儿带在身边 看见莫无忌还要动手 乌开赶紧上前 莫兄弟 千万不能再动手了 再动手 那可是死路啊 一旦火箭锋锋锋锋锋发怒 就算是有实弹师护住莫无忌 莫无忌也难逃一死 莫无忌死了倒是没什么 他好不容易的感情投资 可就打了水漂了 你 你敢对我动手 藏文斌一口气总算是顺过来了 他指着莫无忌 气得脸色都清了 被一个杂役弟子山尔光 对他来说是奇耻大儒 无知是 若不是第一次 这家伙临时被人叫走 我估计燕儿难逃起手掌 你说我要不要再动手 莫无忌脸色难看 若非乌开对燕儿还算是照顾 他可不会对乌开解释 乌开连忙笑声说 第一次 莫是看见他来找熊秀珠 赶紧通知了秦湘宇 当时是秦湘宇解围的 至于秦湘宇用的什么手段 我也不清楚 这次我又去找他 可惜他不在啊 我没能找到 莫无忌这才明白过来 为何第一次这么巧 藏文斌中途会走 他愈发感谢秦湘宇 他随手帮了秦湘宇一个小忙 秦湘宇却是接连帮了他大忙了 吴志士 多谢你帮忙了 莫无忌拍了拍乌开的肩膀 无论乌开是何原因 帮他通知秦湘宇 他都是很感激他的 乌开正想说这是次要的 主要是眼下怎么了结的时候 一名身穿指使服的男子 匆匆跑了过来 乌指使认识这个人 这是宗门丹师殿的指使元祺 别看他也是个指使 可他这个指使在元祺这指使面前 根本不够看 哪怕不知道元祺过来做什么 乌开也赶紧攻身站在了一旁 砸一出乌开 见过指使 元祺只来得及对乌开点了下头 就急匆匆走到了莫无忌身前 他抱了抱拳 丹师殿元祺 见过莫丹师 这是莫丹师的身份令牌 和可清丹师道跑 另外 请莫丹师有空 去宗门事务大殿寻找一处剑锋 我们将为莫丹师建立洞府 莫无忌没想到 他速度这么快 他回来前后还没一个小时 这东西就全给送来了 多谢元祺识了 莫无忌赶紧把这些东西收起来 他敢教训藏文斌 可不是仗着已经死去的石丹师 而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可清丹师 莫兄 乌开总算反应过来了 震惊地看着莫无忌手中的身份牌 你已经是宗门的可清丹师了 乌开硬生生把兄弟的弟子给验了回去 改口叫了莫兄 宗门的可清丹师身份 那可是甩去他这杂役弟子之事 不知道多远 难怪莫无忌不具藏文斌 换成他是可清丹师 他一样不具藏文斌 想到这儿 乌开不由暗自庆幸起来 幸亏当初帮了莫无忌一把 叫秦湘宇来挡住了藏文斌一次 已经爬起来的藏文斌顿时杀了眼了 若莫无忌是可清丹师 那岂能怕他这样一个 狐假虎威的外门弟子 他仗着是火箭峰峰主的同族子弟 这才一直无往不利 一旦真出了什么事情 他就是想见那个峰主族书一面 也是不大容易的事情 他偷偷后退了几步 正想就这样溜掉 莫无忌却冷哼一声 哼 就想这样走掉吗 藏文斌赶紧攻身 莫丹师 弟子不知您是宗门的客亲丹师 之前多有冒犯 弟子这就告辞 至于和莫丹师之间的事情 弟子绝不会去惊动我那族书 最后一句是在提醒莫无忌 我族书可是火箭峰的弟子 现在我让你一步 你可不要太过分了 莫无忌则淡淡地说 你是不是惊动和无关 熊秀珠夫妇是我请了帮忙的人 你不止一次来我住处嚣张 还夺走了陶傲的东西 打断了陶傲的双腿 你觉得我会这样算了吗 之前的莫无忌是没有实力 帮陶傲讨回公道 再加上陶傲和他无亲无故 他没有必要为此去得罪人 但是现在却不同了 不要说熊秀珠对燕儿的照顾 如此周到 就算是藏文斌两次来他住处闹事 他就不会当成没法生过 更重要的是他现在不惧藏文斌 一边的元旗大致听出来了一些 立刻就跟着说 莫无忌是一个丹师 听说和阴简阴的关系还不错 他作为丹师殿的执事 和莫无忌关系弄好了 肯定不是什么坏事 我愿意赔偿讨好夫妇的损失 藏文斌听到元旗也要插手 赶紧说 莫无忌回头对熊秀珠说 熊大姐 他拿走了你们什么东西 熊秀珠到现在都还没能反应过来 莫无忌不是一个和乌指使关系较好 又比较富裕的杂艺弟子吗 怎么就成了可亲丹师呢 现在莫无忌询问他 他才醒悟了过来 眼光依然有些畏畏缩缩 不敢看藏文斌 你尽管说 他以后不敢来这了 莫无忌鼓励地说 熊秀珠总算是安定了一些 他算是想明白了 无论他说不说 都已经得罪了藏文斌 一想到这儿 他索性说道 此人拿走了 我父亲留给我的一根铁棍 我马上拿来 我马上就拿来 藏文斌一边不断地说 一边跌跌撞撞跑了出去 莫诞师 那我就先走了 等莫诞师找到剑锋后 立即通知我们去建立洞府吧 袁齐建此事一臂 很是客气地向莫无忌提出了告辞 乌开的内心又若开水浇过一样 翻滚不停 他有太多的疑问 却不敢随随便便询问莫无忌 此时莫无忌和他的身份完全是不同的 他没有资格去询问他 若是可以的话 他宁可将那枚莫无忌送的海翼爆弹再还回来 莫诞师 我也走了 有什么事情莫诞师尽管吩咐 乌开也赶紧提出了告辞 虽然不喜欢乌开的为人 但是莫无忌对于乌开帮他挡的一次藏文斌 还是很感激的 乌知识 这次我欠你一个人情 将来若是有需要练丹什么的 我可以帮你一次 多谢莫诞师 乌开激动的赶紧道谢 能够得到一个丹师承诺练丹一次 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 发展赞 撤诞师 未经许可 博物大学 只有消息 参加